我完全无法接受你和大小姐的思讯 一直很消沉 但林侍卫跟我说 生活总要继续下去 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悲伤里 她用我们身上所有的积蓄 入股了一间小小的贸易公司 合作愉快 因为没有钱 请予多余的人烧 赶紧走 你看一眼吧 我们亲自上阵 走 没日没夜得发着传单 希望能将公司一炮打下 再见 然后真正地在上海镇住脚 热馆头 刚出热馆头 来点儿吧 来 别看 馒头 热馆头 米线要不要 来 来碗米线吧 咱们的钱啊 都偷到公司里去了 不过半年的分红期马上到了 等钱回公司了 咱们两兄弟 好好地吃一顿 好 走 您来一碗吧 一会儿吃馄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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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哪 那个人哪 没错大哥 肯定是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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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我们被骗了 我们所有的钱 都被骗过了 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被骗得身无纷纷 只能去码头买骨灵钢大宝 大哥 我多跑两趟 你看一个就行了 走 好 我们收了这个码头 以前管理的人 马上就要撤了 现在耽误之急 就是要找一个 能够管理着的人 好好物色一下 好的 知道了 方姐 小心 方姐 来人 把他扔到黄埔江卫瑜 你们干什么 松开 放开我弟弟 大哥 冷静点 你是哪儿来的小四郎啊 不想活的话 把泥块扔进去 放开他 我可以帮你打理这个码头 你说什么 我来这里已经半年多了 对这里非常熟悉 只要你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我就可以帮你 挣双倍的钱 如果做不到的话 你可以把我和我弟弟 扔到江里去喂鱼 给你一个月时间 给你一个月时间 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本事 林侍卫和金锋定了四月 同时接管了码头 而他也的确有经营的天分 在他的管理下 马头的整体情况 有了巨大的改进 工人们的工作效率 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营利不断增长 还没有到约定的时间 就已经超出了 预期的说话 谢谢啊 太感谢了 冯姐 不到一个月翻了两倍 对 可以啊 之前我们的承诺可以兑现吧 跟我去见一个人 大哥 你叫林侍卫是吧 是的 金老板 果然是一表人才啊 想在这儿找份新工作 我把两家店交给你打理 敢接手吗 敢 好 有志气 好好的干 是 金老板 在金月天的上市下 林世伟很快在上海展露头桥 是 林侍卫 逐渐有了今天的成就 他这个人不禁有野心 也有能力 你面对他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小心 你面对他的时候 你还想瞒我吗 林先生 你说你是扬州人 你却去淮安谈谈谈 你又告诉我 你从来没有去过淮安 我 你想清楚了才告诉我 你哥哥 你哥哥跟我说 你不是他的亲生妹妹 你到底是哪儿来的 上次坐在这里 你说过的话 没有一句是真话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 我哥哥 他真是这么说的 是 我这次没有回乡 我只是想请几天假 出去散散心 因为我这些天真的太累了 我已经扛不下去了 自从我陪您应酬以来 刘云 萧娟她们 就整天针对我 我做什么都不对 我哥从乡下来看我 子兄也不让他进屋睡 他就只能打地铺 即使是这样 他们还是整天讽刺我 我哥就很内疚 他就觉得 是不是太连累了我 他就想着 如果告诉大家 我不是他的亲兄妹妹 会不好一点 可是我知道 属于静而风不止 既然别人是有心针对我 又怎么会因为我哥哥 说的几句谎话 就收手呢 你的意思是 你哥说假话 其实他很早就这样想了 只是我一直没答应 我也没想到 这件事情 会引起这么大的误会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 撒谎说我会相谈亲的 我只是想找个地方散散心 原理几天这样的是非 那你为什么选择要去淮安 散心本来就是漫无目的的 我就是想起 上次您说 特别怀念淮安的菩菜 我就想 反正都出去了吗 就去给您买了一些回来 这么说 你是为了我 我不求别的 只求林先生 您不要把这件事情 告诉别人 要是让金武他的人知道了 他们又要整天嘲讽我了 我反正是被别人说惯了 我只是 不想连累您的名声 真没想到 您有这番心意 可是 您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您是大老板 外面有那么多的事情等着您去处理 想我请假这种小事 怎么好意思麻烦您呢 您可以 我证明 要么 对 你是第一个 谢谢你 这些菜 我是在那边的水塘边买的 采的人告诉我 这个一定要抓紧吃 不然的话口感就不好了 你拿回去 让夏人尽快做给你吃啊 这样吧 我做好了分一点给你 你也尝尝 不用了 我在当地吃过了 很好吃的 很鲜美 你还是跟金姐一起吃吧 只是 你千万不要告诉金姐 这些是我买的 这个 就算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 可不可以啊 我懂 没错 就当成 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 我会保密的 不过我要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在金武台 我不许任何人 对你说三道四 有人欺负你 告诉我 我保护你 来喽 两位的馄饨 谢谢 其实也没关系了 大家都是同事 我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我会自己处理好的 是是是 吃馄饨吧 趁着吃吧 嗯 太好了 他竟然都信了 我终于又向他卖尽力 这一位 想想想想 两个人身体 还有三个人身体 还是你一样的 你说的 你怎么可能 你看看 你怎么的 是我想太多了 误会他了 他说没去怀安 去了 不过是做别的事情 这一趟啊 辛苦你了 你呢 也早点回去休息 行 那你也早点休息啊 哥 我先走了 早啊 清天哥早 子雄 起得真早 正好我刚买了早餐 这是你的热豆浆 还有生煎包 云鸣 这是你的豆浆和这个烧饼 谢谢清天哥 你以后不用这么客气的 对了 我那儿还有两双袜子 你 好 我明白 等会儿我就去洗 等你下班回来之后 一定干干净净的 那好 你呀 早 子雄 你也太过分了吧 把清天呼来唤去的 还让他叫你什么 徐先生 我哪儿国分啊 这现在使他心甘情愿地 为咱们服务 再说了 这确之不公 是吧 我哪有不接受的道理啊 当初也不知道是谁 说一定不会让清天哥住进来 住进来了吧 又坐享其成 不厚道 你们可千万别这么说 这人现在赶不走 能让他在这儿白吃白喝呀 再说了 这占便宜得又不是我一个 从他住进来以后 你们干过活吗 打扫过厕所吗 客厅乱了还有人收拾 多好的事啊 秦先生 我一直打扰你们 所以说 有什么事 您恢复就是了 清天 程英就是我们的同事 你别这样称呼我们 反正都是一句话 这样 你们先聊着 我上去洗衣服 好 您看见没有 这现在不是我老使唤他啊 是他心甘情愿地 被咱们使唤 不行 哥不能再住在这儿了 不能让他这么受委屈 况且也影响我的计划 我得想办法把他劝走 站住 停 停 停 回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今天来就是专门找你算账的 上次我把电影票给你 你凭什么给输员 你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看到的意思啊 我又没有答应你要去 你不答应 你拿我电影票干什么呀 那明明就是你算 行 这事先不说了 我不生气了 过去了行吗 回了家乡几天 几天不见我 你也不想我 我回老家 就是更加坚定要跟你保持距离 凭什么呀 你说保持就保持啊 我偏不 我怕给你惹来杀身之祸 姐姐 我求求你 你快杀了我吧 我天天对你牵肠挂肚的 比死也好受不了多少 看看你 才回家几天啊 瘦这么大一圈 怎么了 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 你就别问了 我烦都烦死了 你要说心烦还真就找对人了 我就是专门给人排油解难的 来吧 跟哥哥说说 到底出什么事了 不过 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也不是不可以 这是 怎么样 只是我不能单独给你出去 你打个电话 叫个人出来 好 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啊 她挺急的 你问她呀 淑媛 是我叫你出来的 帮我出个主意 出什么事了吗 你们也知道 我哥最近来上海找我 就住在我们男生宿舍 可是他住得并不是很好 正每天都在打地铺 也找不到工作 我是想啊 他要是找到工作 就搬出去了 就算找不到工作 也就回乡了 谁知道 他最近越住越起劲 还跟几个男团员 处得特别好 你个人是真好 连子琼这样的人 都能容得下他 当然容不下了 但是我哥整天 帮他们洗衣服洗袜子 他免费请了个劳动力 当然就能容得下了 洗袜子 这怎么行啊 那不是把他当成下人了吗 我在想要想个办法 让他快点离开 去过正常一点的生活 不如找一个好一点的梅馆 我请他去住 他肯定不会接受的 我都跟他提了好几次了 他总是说 反正用免费的宿舍住挺好的 我不说是这样的 你不如到胖子畅 Ide吗 他肯定不离在肋态 是一 人情的 但是很肯定不离在这帮我 再教肯定不离在国 sixtý BAR 青棘 igkeit 爸 词曲 李宗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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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天 晴天哥 我听说你最近在找工作呢 我找了一个工地 有搬砖的活儿 我想试试 搬砖太辛苦了吧 我初来乍到 也没什么知识 没什么文化 我想着 就从头开始 只要多努力一点 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来 晴天哥 我帮你一块儿洗吧 我的肥皂呢 什么肥皂啊 你没拿呀 我拿上来了呀 刚才就在盆子上面 肥皂 没有啊 我也没看见你拿肥皂上来了 你忘了在卫生间的时候 是你给我的肥皂啊 哥 我什么时候给你的 你 你怎么了你 那我会不会是记错了 那你们等会儿 我去看看 不对啊 刚才上来的时候 我 我端着盆 那个肥皂就在盆上面啊 我的盆呢 你没拿盆啊 我怎么可能没拿盆呢 我刚才拿着衣服 拿着盆 拿着肥皂 咱们一块儿上来的呀 你 你真的没拿盆啊 晴天哥 我看你记性不太好 你不会真的中邪了吧 哥 你今天是怎么了 别吓唬我呀 你们有没有觉得挺邪门的呀 没事没事 别吓唬我 没事 这 这 确实挺邪门的啊 没关系 葛男子汉大丈夫 你放心 就是有这些妖魔鬼怪 我也会保护你的 放心吧 这招对我哥没有用啊 怎么再加把劲 不是 就算承鄞他哥怕鬼 我觉得他为了承鄞也不会走的 昨天晚上你装神弄鬼 都白费功夫了 那我该怎么办啊 我看你哥也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 你要不就委婉点 直接告诉他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啊 那 你要是不方便说的话 我帮你说 哥 我走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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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生气啊 哥 哥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我 我其实不是那个意思 我不是要赶你走 我是真的担心你跟着我受委屈 我 我知道 程雅 其实我 早就知道你跟我说过很多次 想让我走 可是我觉得你心里不是这么想的 我一直在给你的同事洗衣服 洗袜子 其实我不是傻 是他们在背后 一直说你坏话 我想多付出一点 他们能对你好一些 其实你要真想让我走 可以直说呀 何必费这个劲儿 也谢谢你们 让你们费心了 哥 对不起 我是真的有苦衷 对不起 我 我知道 我就是搬走了 我 我还是你哥哥呀 等我走后啊 出去找着了工作 一切都安顿好了 我再回来看你 一切都会好的 走了 走 进来吧 你就睡这儿 这 怎样 不喜欢就走人 不不不 我住 住 加钱 好 我 我可把话说明白了 保管好自己的东西 有什么损失 我们该不负责 哥哥的离开 让我没有了后顾之忧 我开始全心全意 尽职尽责地扮演起 歌女成名的角色 每天 我都像个跳梁小丑一般 活跃在各个不同的社交场合 是的 小丑 我找不到更贴切的形容词 来形容我当时的状态 不过 我不在乎 复仇的信念在支撑着我 眼看凌世文一天比一天欣赏我 依赖我 我知道 我离成功 越来越近了 来 来 来 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您最近好吗 这是陶景先生 这是陵主席吧 陶景先生 幸会 陶景先生您好 不知道陶景先生 是做什么生意的 军火 不知道陵主席 是否有兴趣合作 陵主席上任后 在军火进口方面 一直收得比较紧 如果我们能合作 把这个局面打开一点 一定会很好地赚一笔钱的 可能会让您失望了 我现在主攻的是 百货以及娱乐业 不过如果陶景先生 有时间的话 我知道在上海 有一家日本的小馆 我可以请您喝上两杯 希望今后陵主席 改变主意的时候 能来找我 我一定拿出最大的诚意 与您合作 好 大家敬一敬 下面有请本届商会主席 林世维 林先生 上台为大家讲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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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们先生们 各界的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能够见到你们 这是我出任商会主席后 迎来的第一个周年庆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我不知道 我这个商会主席当得怎么样 我把评论的权利留给你们 你们觉得呢 好 好 好 刘会长续也做得太好了 续也做得太好了 好 好 谢谢 既然是酒会嘛 我就不多说了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商会理事 杭达昌先生讲话 好 欢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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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们都是老朋友 客套话呢 就不多说了 我想接这个机会啊 宣布一件事情 我庞某人致力于上海滩娱乐业 已经有年长 为了反馈全社会 对我的关照 我决定 以庞大聚业牵头 立池落都两大舞厅协助 消防西方 举行一届史无前例的 上海新星选拔大赛 我们将选出第一届上海最佳新星 对它进行全方位的包装和宣传 希望所有的上海新星 都可以参加到这次选拔大赛当中来 以后选拔出来的这位新星 必将是属于我们全部人的超级新星 好嘞好嘞 庞大剧院下个月开始举办 最佳新星比赛 好嘞好嘞 小姐 好嘞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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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歌厅的新星都可以参加 也就是说她也可以参加了 我正愁娱乐行业没什么大新闻呢 这比赛一半 我正去把金舞台的独家新闻拿到手 我要是你 就先把负责新闻事宜的余经理拿到手 这下我又多一个可以和她频繁接触的机会 彼此彼此嘛 你不也可以培养女新星了吗 这各部门的业绩都有很好的增长 干得漂亮 这也都是沾了林老板和咱们金舞台的光 我可不敢鞠躬自傲啊 是吗 每天来金舞台看表演的人特别多 他们都会提前来 来了之后 就在咱们世纪百货公司里边买很多东西 而且到晚上的时候 上面那个咖啡厅也是生意爆满啊 真的是沾了咱们金舞台的光啊 走 去看看 请 好 不错 都先回去工作吧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走吧 走 秦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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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把我们叫来开会 又有什么宏图大计啊 来来 金风 王爷 快坐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世纪百货上个月的盈利表已经出来了 每个部门都有很好的增长 女装部百分之二十七 首饰部百分之二十三 餐饮部居然有百分之三十八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应该是世纪百货开上六年以来 增幅最大的一次吧 这主要是因为金舞台的观众 也成了世纪百货的顾客 他们在看表演之前 吃东西的吃东西 购物的购物 这样一来 人流量不断增加 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我听说金舞台最近上座率 保持在九成左右 金风 洪燕 你们功不可没啊 承蒙宁老板 金姐厚爱 让我重新回到这个圈子工作 我已经很感激了 我已经决定让我们的演员 去参加庞达昌举办的 最佳新兴选举 最佳新兴选举 洪燕 你要借助媒体的力量 告诉所有的人 谁要是拿下了 最佳新兴的冠军 我们世纪娱乐 就会力捧他 给他做唱片 拍电影 甚至全国各地巡演 那我让他们集中训练一个月 集体报名 不不不不 既然是介事 那我们就要先发制人 我打算在我们金舞台内部举办 最佳新兴比赛的候选人投票活动 主要的目的是吸引客人们 为我们的新兴投票票选出来的冠军 直接参加比赛 可是这个活动不是庞达昌举办的吗 就算我们派人过去参加比赛的话 不也是我们吃亏吗 庞达昌是在商会的年庆上宣布的 上海滩所有有头有脸的人都听到了 到时候我会利用一下法国人的关系 用商会的名义将此次活动 跟招商结合在一起 到时候让法国人提出 让此次活动在上海滩公开投票 如果让上海滩几十万人参与的话 那他就无能为力了 这倒是个好办法 可是林老板 我只懂场内的表演哪 红颜 这个你不用担心 日货公司的管理 我会派专业的团队来协助你 你只需要把这个最佳新兴候选人的选举 办得有声有色 就帮我大马了 抓紧训练 在比赛之前排练出招牌节目 各位学员 今天会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跟大家宣布 林老板决定 要在你们所有的学院当中 选出一位最佳新兴的候选人 代表金舞台去参加最佳新兴的选举 最佳新兴 相信大家在报纸上也应该看到了 最后的这位参赛者 将会代表金舞台 去跟全上海滩最有名的歌厅的歌星 同台敬演 而在我们金舞台内部 将会由观众首先选出这一位 他们最喜爱的候选人 而这位候选人 也会得到公司的力捧 在以后公司开展的各项业务当中 有更多的机会出唱片拍电影 哇 那这个比赛要比多久啊 大概一个月左右 最佳新兴比的是个人才艺 你们要在这段时间内 选出你们自己的代表作品 唱歌也好 舞蹈也好 你们要勤加练习 你们有信心吗 有 有 这是个能够借进林世伟的绝好机会 我一定要当上这个候选人 总之我是绝对要去比赛了 而且我一定要把这个冠军拿回来 你看你这追逐名利的热情 还真是永不磨灭啊姐姐 你少废话 要不是山青找我打听金舞台候选人的事情 你以为我会坐在这儿跟你聊天吗 要我说你们林老板真够可以的 本来人庞大剧场这个主意呢 是想打压你们金舞台 没想到反美台利友反江了一句 行了 说说你的想法吧 肯定是要加强舞蹈了 而且我还听说比赛项目有交易舞 我根本就没学过完全都不知道该怎么跳啊 这你可就问过你了 我就认识一位自幼虚舞的人 以十二岁知灵便随父亲征战上海各大娱乐场所 简直就是舞蹈界的大男 真的 那你介绍给我呗 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山青是你啊 你看着他像吗 我呀 你 你还会跳交易舞啊 这都是他们公子哥的必备笑 就是说你想竞选这候选人的问题是不大的 但是咱们现在最重要的是 你要先选一个你拿手的曲目 那好吧 以后每天下午我们个人训练的时候 你就过来教我舞蹈吧 看来你很不情愿啊 情愿 成了 那我捡一便宜差事 这两天最佳新星这么火 很多报纸都是争相报道 你俩以后再训练的时候啊 我就去跟着拍几张照片 你要是夺冠我也能发笔小财 合着你们俩都有好处 我是一无私奉献是吧 好了好了 以后每周我都请你跟山青喝一次咖啡 作为酬劳可以吗 这还差不多 从明天开始啊正式训练 这也没有 你们干什么 干什么 你今天刚住进来 我老兄钱就没了 准睡你家了 把钱交出来 我刚住进来 怎么可能拿你们的钱 你偷了我钱你还敢嘴硬呢你 我没有 没有 你们干什么 钱呢 你们干什么 别抢我的钱 别抢我的钱 别叫我来 掌柜 掌柜 他们抢钱 叫出来 你谁呀 把钱还给他 我们可不是被吓打的 我是最后一遍 把钱还给他 然后滚 我 大哥 那个 我们出来乍到 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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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放过我们大哥 就不要了 收好了 谢谢你啊 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 是你妹妹让我来找你的 收收东西 跟我走吧 好 承鄞最近还好吗 你是怎么找到过他 我自有我的办法 承鄞一直在担心你 说让我无论如何 要帮你找一个安全的住处 要帮你找一个安全的住处 要想在上海住下来 这个位置还不错 就住这儿吧 那我先走了 注意安全 谢谢 来 来了来了 来了 什么事啊 你干什么呀 这大清早的拿内裤盖我的头 你也知道是内裤啊 还是湿的 就这么扔在楼梯口 每个都要从下面经过 昨天不是下雨吗 我就放在楼梯口 想把它吹干 你也随便放 他们也随便放 这房子像什么样子 你入住的时候 我就清清楚楚说过 墙上也贴着租客守则 每个人都要遵守 要是谁不遵守 要不马上搬走 要不就罚两毛钱 你自己看着办 两毛钱我都能吃顿午饭了 那你的意思是搬走是吗 行 赶紧走啊 别别别 小月姐 你要我是出饭 这两毛钱就算了吧 不可以 拿钱 好 下次别再犯了 谁在唱这忘情歌 此去一点一滴随心飞 一边唱一边在笑 有谁能懂这伤歌 听到你唱这首歌 心中莫名多了些伤悲 怕是谁 怕是谁 曾让你心碎 宿命作祟 请你催 为你听这忘情歌 能够忘情多爱最伤悲 为情此爱过 为爱去恨过 最后只剩下最多 是不能用忘情的 是不能用忘情的 是别一次忘情爱过 情悲很占据 爱不从何止 注定要上演悲剧 爱恨酒隔离 难全身后退 愿醉的跟随 让恩情作废 凌产的悲醉 有谁能有机会 永远都会成灰烂 像人生在无畏 愿你听着忘情歌 能够忘情破碍最伤悲 未经曾爱过 为爱却恨过 最后只剩下罪过 胜负能用忘情歌 像别也曾忘情爱过 唱得很长句 爱我曾何处 永远是这心会 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